前面的了解层次 初级入门层次 讲解剔头下降 已经完成了 入门层次 也那个的第一个小点 就是从机器学习 就是推广了机器 理解机器学习中的那个 把机器学习算法的那个 参数的估计问题 换成约规约成一个优化问题 然后用机器 用提度下降法求解 这一步就也完成了 然后我们那个 现在要做的是最后一步了 就是入门层次里面的 更一般的提度下降法 推高到更一般的提度下降法 前面我们是通过 提度下降法求得了 这个 核数的最小值 从直观角的角度上理解了 从代码的角度上也能理解了 从 数学推导的 数学计算过程的角度上也能理解了 从数学证明的角度上也能理解了 然后也把它转化成优化问题来考虑了 那么我们现在最后一个就更一般的 或者说其他的那个提度下降法 我分几个步骤 第一步的话就是 那个 那个 the big picture 就是提度下降法 在优化里面 它是个什么位置 the bigger picture 在优化里面 它是什么位置 它的位置是这个样子 t度下降法 它是一种卸搜索方法 卸搜索方法 它是什么意思 它是给定一个当前点 就讲说点能给的 这个WN 然后找下一个点 它是怎么找的 而是按照这个东西找的 它是等于当前点 然后再走一小步 那个走的那个步长 叫做α学习数据 乘以某个方向 第一 在梯度下降法里面 这个就等于那个 它的那个梯度方向 然后走一小步 这个步长 这就是卸搜索方法 不同的梯度下降法 不同的梯度 不同的那个梯度下降法 是一大类的优化物方法 它应用非常广泛 然后不同的那种 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变体 其中就刚才 我们前面讲到的是 最基本的方法 就有一个变体的话 它的变体就是 要么就是随习数据 在变这个东西 根据当前的那个 点的状态来变 要么就是方向在变 这个D这个方向 然后关于N在变 不同的变法 就是不同的算法 但是它们都叫 梯度下降法 OK 第二步的话 我们来讲一种 深度学习里面 非常常用的 梯度下降法 梯度下降法 中的一种 叫做momentum momentum就是动量 动量梯度下降法 动量梯度下降法 然后 我会带着大家 那个从数学推导 从到数学 推导理解 然后再到代码 实现一遍 那么这个 体度下降法 这个你们就算 基本的 这都达到了 这个入门层次 好的 我们来介绍一下 什么是动量 体度下降法 动量体度下降法 那个我们呢 就不从物理意义上来理解 也不从其他意义上来理解 我们从一个最解答的例子来理解 还是我们这次课的 那个最主要的例子 就是JW等于W平方 加上200W加1 我用动量体度下降法 来求这个函数的最小值 那么该如何求呢 它的更新公式又是什么呢 它的那个partner代码实现 又是怎么呢 然后来写看它的那个更新公式 更新公式是这个样子的 WN加1它是等于WN解去阿法倍V 然后那个它这个方向呢 是与那个WN相关 在那叫做VN 然后VN的话 它是由这个东西决定的 是VN它是加1的 它是等于那个β倍VN加上1-β倍V 那就是那个乘以它的梯度 就是在此处那个函数JW在此处的梯度 这里由于是一般情况是多元的 我就把它写成梯度 而不是导数 注意到梯度是一个有大小有方向的量 然后动量梯度下降法 一般情况下这个β是接近于0的 接近于0 当β趋于0的时候 那个就是当 当β趋于0的时候 大家看是什么意思啊 那么就是VN它就是趋近于它的梯度 那么它的更新公式 它就是跟梯度下降法完完全全一样 完完全全一样 所以说这个momentum 就是所谓的动量梯度下降 是梯度下降法的一种推广 一种更一般化的情况 然后当β18取值是0.99之类的 然后至于它具体的数学含义到后面的那个深度学系统的动量梯度下降法我们再讲 但是今天的话就是从最简单的情况出发 只是告诉大家这个更新公式是这个样子 更新公式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也是在我们这个框架内的 就是所有的那种梯度与梯度有关的油画 那个下降方法那种大类的方法 它都是满足这个东西 它是等于WN解去某个学习数率乘以某个方向 这就是那个我们把它那个放入了 那个叫做fit into the big picture big picture 对这个就是梯度下降 那我们现在来来看一下怎么实现它 就是实现动量梯度下降法 动量梯度下降法 先接一个 Person 3 这个叫做动量梯度下降法 求这个 这个函数的最小值 就是求我 我们用动量梯度下降法 求这个最开始 这个函数的最小值 一步一步一步实现 首先的话 那个我们要定义这个函数是什么 那个我们用 那个 就是J 它是等于LAMTA表达是LAMTA W 然后W 平方 加上2倍W 加1 然后J 的导数 我们由于是梯度下降法 肯定要求它的梯度 肯定要求它的梯度 它是等于它是一个函数 MAMTA那个W它是2 2乘以W加上2 然后那么那个约定一些初始值 假设我下降一百二十次 然后初始的解压 还是上一切样的那个W 它是等于那个1 学习数据 α α它是等于0.01 然后那我们就开始更新参数 所谓梯度下降法就是 那个不到的更新参数 使得这个函数的值下降 那么就for i in range epoch 然后那个动量T的话有一个那个有个方向参数 那个V它是等于有一个方向参数 它V一开始初始值是0 然后嗯 W是这个 那么 V更新一下 它就是等于那个 还有一个动量 还有一个动量 还有一个β参数 等于0点 来看到那个PPT 对应着写这样容易清晰点 β去进0的时候 它是等于1 然后去进1的时候 它是这个样子 我们去β等于0.99的时候 那么大概是继续 0.99吧 去β等于0.99 然后更新一下 就是它是等于β乘以V 然后加上1解β 1解β 在此处的t度 就j'在w出的那个t度 然后再来更新那个t度的那个参数更新 还是等于w减去 α乘以V 然后我们再来打印那个相应的 相应的那个w的值 看看这个是个什么样子 然后是让它是1解答的 那么这个是5解答的 然后是12解答的 然后是22解答的 然后是12解答的 然后是12解答的 上市一直下降的 似乎与我们的 我们的木月不相符 那我们再来下降一轮 都下降一轮 看看它到底是正常的波动 还是正常的波动 还是那个出现了错误 好的 我们下降 就是走了200步以后 我们就得到了相应的结果 就是说得到了 W等于-1处 然后相应的函数 二次函数取得了最小值 然后我们刚才也注意到了 这里动量梯度下降法 比梯度下降法 那个收年速度要慢很多 然后并且在 如果只走二十步的话 它看起来还不 就不像是一个收年的 一个好的算法 而事实上它是一个对的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动量梯度下降法 这种梯度下降法 为什么在深度学习里面会用 它到底有什么作用 这就是后面的课程将要解答的问题 这次的那个梯度下降法 一门课程就到这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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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